戎婵 容安娘娘 都到这个时候了 您特地把奴才叫过来 不会是看您梳妆吧 本宫查了一下 你入宫以来的 公积和郡宗 发现了一件趣事 长音有兴趣听听吗 你入宫八载 头两年一直在九村面局当差 寂寂无名 直到六年前 不知怎的你就突然转了信 我费尽了手段 竟用招定丝 渐渐地掌入头角 成为了最年轻的 赵定丝的掌印 这可是大业建潮以来的第一人 后来 本宫就在想 怎么一个人 会有如此巨大的变化 前后好似两个人 所以本宫就去查了一下 带你入宫的老太监 已经曾经的街坊 他们跟我说 你说的 你有一个同胞的哥哥 跟你长得是极为地相似 只是六年前 突然失踪了 于是我便想到了一个故事 校长音 想听听吗 好 我在衣柜里等了半天 得亏你们让童爷留下来 不然我得在里面待一宿 这儿怎么有个密道呀 你这就要带我跑来 陆明健家是皇家别院 方圆室里都有住居 没有住居的安排是跑不了的 那你打个密道干吗呀 想见你啊 这密道通到哪儿呀 我在隔壁买了个宅子 你在皇家别院隔壁卖宅子 这上头能让你买 上头就是我呀 这片置地归赵靖思馆 有权有势就是利安 别人家偷香窃玉 最多也就是飞檐走壁 明这大手笔呀 横行霸道 飞天遁地 您尽尊欲贵 破费点应该的 请吧 这边 这边 像 太像了 像什么 偷人 连私会的门路都有了 这可不就是 这二八经的狗男女吗 看 狗儿子都有了 对了 荣安那边 你打算怎么办 她好歹也是前皇后 你若明面上对付她 恐怕会对你自己不利 无需从明面上下手 荣安手底下不干净的底细 多了去了 万岁爷眼下 没有要跟她翻脸的意思 恐怕这些还不算什么 再等等吧 总能揪出一个彻底 能置她于死地的罪证 我要名正言顺地送她上路 瞧瞧这狐狸精啊 心黑起来 真是要人的命 这可冤枉我了啊 这要人命的狐狸精 可不是我 眼前这个才是正珠 你们俩听仔细了 今日定要叫端飞好看 干 她没有对我主子做什么啊 你别激动 其实娘娘她 主子 姐姐要叫我呀 主子 你 你压着我 主子 你没事吧 娘娘 这大包还耍吗 要不先撤了吧 好好好 走走走 主子对不起 是奴婢害了您 是荣安皇后 她逼迫奴婢来您 她男奴婢的家人 我 我知道 您知道 不是 你这走的是密道 能别这么嚣张吗 不能 我对人传了消息 容安暗中 挟持了同一的家人 恐怕是要胁迫他办了 已经办了 你怎么想 你又怎么想 趁热打铁 将计就计 我就这么被识破了 你也别灰心 其实你瞒得也还算凑合 只是啊 全写在脸上了 对了 你家人的事 你就放心吧 肖长一眼已经派人 把你家人给救出来了 别哭啊 说得对不起 是童韵来了 您 您责买奴婢吧 您责买奴婢 怎么还跪上了